要睜大眼睛的 還有這個狀況 高雄市議員接獲到有民眾檢舉 網路上面看到一夜市的廣告 標榜了販售高雄食品 待遇蘇 但實際收到之後發現 其實產地是中國山東 而且包裝都是檢體字 沒有臺灣食品檢驗認證 同時沒有輸入許可證 還有進口商的標示 明顯從中國走私來臺 現在議員說要查 議員質詢時 當場撕開一包待遇蘇 拿給市長陳其邁 市長卻不敢吃 因為這是從中國走私進口來的 上面的地址也是在中國的地址 那這個在我們去所謂的淘寶 去看到在人民幣呢 它的價格是一個4.5塊 但是在臺灣賣多少 賣333塊 以16倍的價格賣到臺灣 然後封鎖臺灣農芋產品 進到中國 用高關稅的方式去做出力 議員是接獲民眾檢舉 在臉書看到了一夜市廣告 上面寫著高雄美食待遇蘇 而且活動買一送二 三包998元 民眾好奇買來吃吃看 結果吃了一小口 發現又鹹又新 又寫什麼高雄民產 就想說可以買來吃吃看 結果殊不知寄來之後 上面才寫說 原來它是中國來的產品 主要是連續不到客服啊 所以就是會擔心說 不管它是不是中國吃的 但是如果吃了 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沒有任何管道 可以就是求場之類的 民眾擔心吃了會出問題 於是向議員檢舉 看看包裝 不但沒有任何產品產地資訊 而且包裝上印的都是檢體字 產地寫的則是中國山東省 沒有臺灣食品檢驗認證 也沒有輸入許可證 以及進口商資訊 明顯是從中國走私進口的 會先舉已經請自然機關 來查查這種所謂的 標識不值食品的 這個相關的這個販售 也請這個消保 我們的消保官 跟消費者這個聯繫 來這個有關求償的這個部分 其他農產品 還有地瓜乾 蟹黃醬跟艾文芒果乾 全通式茂名臺灣 實際上是中國出品 已經涉及違反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 貿易許可辦法 商品標示法 還有食品安全衛生管理辦法 議員也呼籲高雄市政府積極查契 維護臺灣本土高雄在地 與產品的聲譽 記者綜合報導